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呢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保留盈余的问题之后 好 现在要讲附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564页有讲一个前期损益调整 还有Period Adjustments 叫做前期损益调整 564页 在讲保留盈余的时候 为什么会谈到一个前期损益调整 首先我们要先去谈 为什么会有前期损益调整的科目发生 什么样的交易会产生 是前期损益调整 好 我们说会计 一开始当它发生条件变动的时候 或者给你一些情形的时候 你要先去看它的影响是什么 好 比如说好了 我们先随便举例 我们的这个资产 原来估计呢 它的耐用年限有10年 经过3年之后 我估计这个耐用年限 其实整个只能可以用6年而已 那这个影响是什么 我再说一次 好 我原来这个资产买进来的时候 我估计可以用10年 那我用了3年之后 重新去评估 发现这个资产没有办法 全部用到10年 最多只能用6年而已 那这样子这个条件的发生变动是算什么 第一个 是会计处理错误吗 原来我买进来的时候 估计是10年 是错的 所以这个 我后来发现 经过3年之后发现 它最多只能用6年 所以这个是会计发生错误 还是第二个 那因为之前发生 前面的估计 估计是估计嘛 估计哪有不变的呢 好 估计经过了未来的一段时间 发现 这个估计 原先的估计 到现在有发生的不一样 因为条件不同啦等等的 所以我们叫做估计变动 还是第三种情形 好 原来我的存货 假设我们讲 那个资产 那个 这样讲到是固定资产 那我资产呢 原来是用这个直线法提列折旧 经过3年之后 我发现直线法提列折旧呢 并没有办法允荡去做成本分摊 所以呢 经过3年之后 我决定把它改成 倍数预额地减法 好 那会计政策的改变 这算什么呢 但因为刚刚跟年限改变不太一样 我刚刚是说原来我买进来是10年 我们先把它调开好了 原来买的时候我估计有10年的那种年限 经过3年之后我发现全部只有6年 那这个 这个条件的改变算是会计错误吗 一开始我估计10年是错的 还是经过3年之后 因为时空的改变 环境的改变 我发现我重新去评估的结果 全部只能用6年 是估计变动 那到底算什么 我刚刚讲说像这种条件发生的时候 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 你要先去判断 他算是会计错误呢 还是估计变动 如果会计错误 既然叫错误 我就要做更正 如果是会计估计变动 我们不硕计往 不是 不硕计往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估计是10年 那就是10年 现在是因为我重新去 整个环境改变重新去评估的结果 我发现全部只有6年 好 所以这个叫做估计变动 那现在重新去评估 因为环境改变之后所发现的结果 所以这种估计变动 跟3年前我的判断错误 是我3年前判断错误吗 不是 所以这种情形我们叫做估计变动 原来估计可以有10年的纳要年线 后来经过3年后发现 全部只有6年 这种叫做估计变动 因为纳要年线10年当时是估计的 现在经过3年后估计 全部只有6年 也是现在估计的 所以这种估计叫做这种这种改变我们叫做估计变动 不硕既往 既然不硕既往就没有所谓的会计错误 我从今年开始重新去估计全部如果只有剩下本来10年嘛 我前面已经提了3年的折旧了 然后我现在估计全部只有6年 所以我未来只有剩下3年可以提折旧 所以我重新从现在开始算未来的3年怎么去计算折旧就好了 我不会去更正以往的 这个叫做估计变动 好 那如果说呢 我现在另外讲另外一种情形 我原来呢 这个资产买进来是20万 那我一开始呢 那当时候我以为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维修 所以我把这个20万当作是一个维修费用 所以我在当年度就承认费用了 那结果隔两年之后我发现 当时候这个支出不是维修 而是我让这个资产里头添购了一个新的东西进来 所以变成意思是什么 我要把它认列为资产 因为添购了一个东西 这个添购进来的这个零件呢 它可以耐用年限有5年 所以这个发现不是估计变动 我当时候误以为是维修费用 什么是维修 是它只是例行性的 今年做了 未来还是会再做 所以这是什么 所谓的维修是叫做收益支出 它的效益只有集于当年度而已 所以我打它当作是一个费用 但是事实上两年之后发现 这个支出 当时候判断错误 它不是一个维修 而是这个的支出 它的效益有5年时间这么长 所以我要把它当作资本支出才对 这个是会计错误 既然是错误 我就要更正 更正的时候 你先记得 那去这个两年前的维修费 已经结清了 结清会跑到哪里 费用结清跑到损益结果 损益汇总 损益汇总又转到哪里 保留盈余啊 所以之前的错误 已经影响到的是 它已经结清 结转到保留盈余 所以我要做的更正 所以我说只要是错误 我就一定要更正 所以我更正的时候 我既然已经结清到保留盈余 所以我就要调整我的保留盈余 只是我 既然最后的结果会影响的是保留盈余 但是我要凸显出来 这个动作是因为 前期的会计处理错误 所导致的调整 所以我会用一个科目叫做 前期损益调整 课本上面564页 我在讲那么多 就要解释 什么叫做前期损益调整 好 你有看到前期损益调整的科目发生 一定是你发生了错误去做的更正 那换言之 如果是以前的会计处理错误 那你就是要用前期损益调整来做更正 好 这是我们在提的 为什么有产生前期损益调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期损益调整 比如说好了 我看我们先从课本上面的例子 然后我再举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好了 好看一下呢 课本上面的564页它说呢 好假设呢他已经知道他之前的这个财务报表呢 有一个什么前期损益调整 他只是在讲前期损益调整 好这个看到叫2Electric 好下面假设GM 好这家公司呢 他发现2017年 好他有低估一个折旧费用 好在2016年的时候 的折旧费用有低估 低估了多少英镑30万 好那所以呢 这是一个什么错误啊 所以我要做什么前期损益调整 所以他借因为表示什么 把前期折旧费用低估 你想折旧费用我发生的时候 是借折旧带累计折旧 那累计折旧不会因为年度结束而消失掉 他会结转 所以你可以看他带方借累计折旧 那借方因为有上个年以前2016年 上个年度的折旧费用低估 但是我不能写我在写在2017年的时候 我不能写折旧费用啊 因为这变成是什么 增加了2017年的折旧费用 不是啊是2016年的折旧费用少计啊 所以我会借保留盈仪 那其实更好你是先写前期损益调整 好你就是先借Pyre Period Adjustment 这是一个会计科目可以哦 好这是一个会计科目 那我再结清把它从前期损益调整 结清到保留盈语可以 所以课本上面是直接借记保留盈语 好但是我说更好的写法 你应该是借记前期损益调整 Pyre Adjustment 然后期末我再来做结清 再把从前期损益调整 结清到保留盈语 就跟我的Dividend一样 如果我发放股力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借保留盈语 可以啊 可是我觉得你更好的写法是借记Dividends 然后呢你期末再把Dividend 截转到Return Earning里面 好这是比较标准的写法 好那课本上面是把它直接借保留盈语 好我说我不会说它错 只是这样写法比较不是那么的完美 因为你保留盈语为什么发生变动 你就变成释法 要去找原始的交易分路出来看 原来是因为我发生错误 因为这个保留盈语的调整 你要写要做什么 当你在保留盈语表的时候 你就要先写调整 前期选须调整 前期选须调整 要先去调整出其初保留盈语 请你看一下 在我们的Electration 11-24 好你可以看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家公司的保留盈语表 好也可以不用写看到那边 刚刚看到的GM这家公司的564页 它就有一个什么 部分的保留盈语表 期初的余额是80万 然后呢我当年度 2016年是不是前期损益调整 保留盈语要减少30万 所以调整后的期初保留盈语 是50万的英镑 所以我当时为什么告诉你说 你最好这个科目先写 Pyre Period Adjustment 因为到时候你只要看到这个科目 你就知道当我在编保留盈语表的时候 我这个科目的金额要先写上来 藉由这个科目的金额调整出 期初保留盈语 然后再来去把当年度的盈语的增加 就损益的结果 当年度损益表的损益的结果 然后再这样去减掉你的鼓励的发放 得到期末保留盈语 所以课本上面的565页就是把全部的 565页的Electration 11-24 好你可以看它有个期初 上个年度一开始报导的金额是105万的欧元 然后我当年度有发生什么 存货有错误 然后做了前期损益调整 那因为之前的存货是 那个期末存货低估 期末存货低估 就销货成本高估 所以我是不是做了清 销货成本高估就是保留 那个损益结果就低估 所以你加了5万 所以先得到调整后的保留盈语是110万 好调整后的期初保留盈语 那加进力减掉你的鼓励支出 所以得到期末保留盈语是116万 好这个就是保留盈语表 这里就告诉你说前期损益调整 这个科目是发生在 是属于保留盈语表里面的 也就是说我们先讲 我们说了任何个科目的发生 它就出现在两个 就是可能出现在 损益表或者资产负债表 那前期损益调整 它就是出现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只是这个保留盈语表 是我们把保留盈语单独再拿出来 拉出来去分析你的保留盈语 从期初为什么变成期末的余有 是这样子 这是保留盈语表的功能 好所以这个Electration 11-24 就是比较一个完整的保留盈语表 期初说保留盈语有105万 为什么期末的保留盈语是 116万呢 好因为一开始我有个前期损益调整的5万 然后当年度尽力有36万 然后当年度又发放了鼓励30万 所以得到我的保留盈语期末是116万 就这样子 好所以保留盈语表就是我的期末 116万是怎么来的 从期初中间发生的哪些交易 发生哪些事情 所以得到期末保留盈语的 好这是保留盈语表的内容 那后面呢 我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呢 我们去怎么去做他的财务报表的一个analysis 怎么去presentation 怎么去报导 好请你看一下呢我们的566页 先看一下呢中间有一个什么 这个G公司的 好他的有关于资产负债表里面的权益部分的报导 好equity呢他分了两种 一个是什么preference 一个是ordinary 好那这个没什么特别的 我有特别股的股本 我有普通股的股本 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在中间有个红色的字是什么 我的特应分配股票股利 好中间有个红色的字 有没有看到 所以因分配股票股利 你的面值的部分是算在你的什么share capital里面 算是你的股本哦 好那溢价的部分才写在下面 好我有什么premium share share premium preference 这个特别股 然后有个share premium ordinary 好这是我的普通股 所以如果我是什么 我是因市价来发放我的股票 小额股票股利的话 那我的溢价的金额已经包含在什么 我的普通股溢价里面了 只是我还没有分配股票出去 所以我有个硬分配股票股利 在我们的红色的字眼这里 好那这里写在这里告诉你说 硬分配股票股利算是股本 他算是股本 好后面再放我的保留盈余 然后保留盈余后面呢 因为你有库长股 你在把库长股减掉 所以total equity是481万 那这里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如果我有库长股 那我的保留盈余就不能全数 假设这个公司他没有所谓的 没有什么以分配 他也就是他没有过 像没有台湾的那个法律规定说 有什么最后法定盈余公积的要求 那因为他有库长股 所以他这边讲说 我的盈余分配里面会限制有 8万块库长股成本的金额发放 所以他后面有个什么note 会去助记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 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这是我们的报表 从我们一路讲下来 都是交易的发生 好交易的发生 我发行股票 我怎么去记账 好我买回股票 我怎么去记账 我买回了再发行 我怎么去记账 好再来如果我要分配股利 好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 都账务怎么记 接下来我们要谈 好其实一家公司最后的结果 我们最终要去赚美股盈余 DPS的计算 好常常如果你未来 你开始有注意到 所以的投资的问题的话 因为其实尤其参观一些的同学 未来你们有上投资学 好那一定会有讲到股票的投资 好那我可能会让大家去 关注一下至少现在的股票市场 好那所以你常常未来会听到 常常会听到所谓的本益笔 本益笔 什么叫做本益笔 什么叫做本益笔 本是指市价 益是指利益码或利码 所以是指EPS 所以呢 我的市价去除我的EPS 所以如果你的本益笔越高 表示这个股价已经有什么 有过高的嫌疑 因为你就把它想成说 这个公司只赚一块钱 EPS只有赚一块钱 今年度只赚一块钱 但是现在股价股价有100块 它的本益笔是100倍 那比方是说 你投资100块 你只会赚一块钱 这样你满足吗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 很安全的那个定期存款的话 一年期的定期存款 还1.3 1.3左右吧 也就等于是说 我投资100块 我可以赚到13块 1.3的话去100乘上点013 1.3 好对不起讲错了 1.3百分比 就是说我的股利 对不起利息 现在的利息一年期 大概是1.3% 意思是什么 我存100块 那一年会给我的利息是1.3元 现在我买一张股票 100块 一股好了 100块 那只给我1块钱的股利 或者是不是股利 它公司只赚了1块钱 那你觉得 那他赚1块钱 还不见得1块钱全部分配给你 因为股利的发放 通常是会小于你的盈余的 好 那这样子你会觉得 这个股票你会想要投资吗 不会 不会想要去投资 因为你买股票还有风险 股价下跌了 我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可能就很稳当 100块还是100块在 我只会多1.3元的利息 所以这样的本益比之下 其实我们在做很多的在谈股票投资的时候 本益比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好 要不要投资的指标 或者是多少钱值得我投资的一个指标 如果本益比是30块的话 那30倍 那表示公司赚1块钱的话 我最多只花30块去买 花30块的价格去买它 现在市价已经100块了 那当然我就不要去买它 那为什么生计股叫做本孟比 听过吧 没听过 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除了那个MBA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它叫做本孟比 因为现在的生计公司呢 其实它的EPS都是负的 就是说公司整个年度下来是没有赚钱 但是有的市价高到不行 高的 比如说好了 之前浩底 在还没有所谓的解盲之前 在今年年初吧 还到700多块 那如果以本益比的计算的话 它根本就没得算 因为它的分子是700块 分母是负的啊怎么算 所以它不是几倍的问题啊 所以它就是一个什么 买一个梦 所以叫做本孟比 意思是这样子 股价有700块 但是公司的获利是负的 你还会去买它 你还会去投资这个股票 就是你怀抱的一个梦想 如果这个公司它能够开发一个新药 那可能它的获利就不可限量 所以就是抱了一个梦 所以叫做本孟比 好那我说这是比较特别的情形 我们来看一下 但我说EPS 为什么谈EPS 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说的本益比 那益就是指每股盈余 所以我们要谈每股盈余的计算 这个地方课本没有放 好那没有放呢 我一定要讲 所以你们要用力听 因为你一定可以在其他书上去找到这相关的资料 但是你一定要用力听 因为这书上没有 所以我要先讲每股盈余的计算 每股盈余 它是怎么来的这个文字呢 EPS是怎么来的 E就是 EPS 每股盈余 Earlings Per Share 叫每股盈余 好 每股盈余呢 它是计算的公式 好 计算的公式呢 第一个 分子是什么 你的Income 净利 然后呢 去除你的股数 好请你 我特别要讲到Outstanding Share 流通在外股数 那这里呢 有很多的玄机 好 第一个我们先从分子来看 你的净利 但是如果你有特别股 好 公司 我们是不是讲说公司赚了钱 最后都归股东所享有 保留盈余都是股东的嘛 公司赚的钱就转到保留盈余 保留盈余是都是股东的 好 所以 但是呢 我们要看 如果公司有发行特别股 如果有发行特别股 我们说基本上一般来讲 特别股一定是优先于普通股 来鼓励的发放 好 所以如果你有特别股 当公司有宣告要发放 你一定要扣它的特别股 因为EPS基本上我们就在算 普通股东的每股盈余 因为特别股东几乎没有特别 每股盈余的计算的必要 因为特别股通常它特别在享有固定的股力 好 所以呢 公司如果赚了很多 对不起 特别股只能拿到它的固定股力 剩下都是普通股东的 好 所以呢 如果 公司有发行特别股 然后呢 公司有宣告要发放股力 那当然一定要扣特别股的股力 好 一定要扣掉特别股的股力 那我自己讲说 因为公司有宣告要发放 但是如果公司没有宣告要发放呢 没有宣告要发放特别股的股力 原则上不用扣 因为没有宣告王者E 所以当你的特别股是非累积的特别股 非累积的特别股没有宣告就不要扣 但是如果你是什么 累积的特别股 好我特别要用红色的笔写 好 基本上来讲 我们目前大部分的特别股都是累积的特别股 大部分都是累积的特别股 可累积的特别股 所以如果是可累积的特别股 不管他有没有宣告 你一定要扣 一定要先把当年度的损益 所以请你记得我的income 那你说如果公司损益的结果是亏损呢 如果是亏损的话 我要不要去算 特别股的股力 所以这边我特别要强调 不管你公司是赚或者是排损益的结果是赚还是亏损 如果公司有发行累积的特别股 一律要扣 所以你要不要扣特别股的股力 跟你前面是公司赚钱或赔钱没关系 因为我们说特别股是享有固定的股力 所以不管公司赚钱还没赚钱 只要是累积的公司都要付 只是你不一定每一年要付 我可以三年一次付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累积的特别股我们讲了 股力公司没有绝对的义务要每年要付 特别股享有固定股力 如果他是个累积的特别股 他没有发放股力年度的 没有发放股力的那些年度 基欠的股力 他会保留 他拥有继续拥有跟发行公司所要求发放的权利 所以如果是累积的特别股 不管他有没有宣告你都要扣 不管你前面是公司是赚还是赔 都要扣 第二个要强调一件事情 我只算当年度的 你不要说他欠了三年 他欠了三年 那我的累积特别股是要扣三年 不是你只扣一年 因为我算当年的普通股东的每股盈余 请你要特别记得 我只扣当年 因为我的EPS算的是什么 也是Current Year 现在这个年度 现在这个年度的每股盈余 所以不管你基欠几年特别股 你只扣当年度 这不一样哦 请你要特别记得 因为我在算当年度的公司的经营的结果 公司的普通股东 每股享有的盈余是多少 虽然叫做每股盈余 但是他也可以什么 有亏损啦 所以记得宏达店 他前两天我记得 我看到他公布的第一季的季报 每股盈余是亏损3.14元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3.14元是2.14元 他就每股是亏损的 每股盈余 没有说他一定是赚 他可以是亏 所以每股盈余 他虽然叫做盈余 但是有可能算出来是负数的 所以累积的特别股 公司如果有发行 累积的特别股 不管公司有没有赚钱 特别股股利 都要扣掉当年度的特别股股利 这是分子的部分 所以讲的很用力 这个地方你要很小心 要注意这件事情 再来我们要谈 花更多时间来讲 Outstanding share 流通在外股数 换言之 公司买回的库藏股 就不在流通在外股数里面 好 但是呢 不是纯粹出流通在外股数而已哦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这个 我要加全平均 加全平均 流通在外股数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要加全平均 好 我们说公司假设 举例来说 公司一开始 我的流通在外股数有 好 1月1号的时候 我发行在外股数 流通在外有5万股 好 然后呢 7月1号的时候呢 我增资了5万股 那我算每股盈语的时候 我的分母 流通在外股数 怎么算 如果 我只讲流通在外股数 全部是不是到年底有 10万股 一开始有5万 我现金增资5万 所以全部10万股 所以到年底就是10万股 流通在外股数 但是 如果把加全平均方向来看 你加全平均流通在外股数 有10万股吗 没有 因为这5万股 你把它想成说 这些股东 他提供资金给公司 只有提供半年而已 所以 公司全年赚的钱 他可以全部都跟 一开始就持有 就把钱拿给股东去运用的股东 享有相同的权益吗 不应该吧 这个一开始就把他的资金交给 就投资进来了 交给公司去运用了 这个7月1号买发行的新股 股东呢 是半年提供资金 就7月1号才把钱拿给股东 拿给公司去运用 那公司全年赚的钱 他跟一开始就提供资金的股东 享有相同的权益吗 不公平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它加全平均 所以加全平均是多少 我5万乘上12分之6 因为半年就变动了 好 接下来呢7月1号之后 我有10万股 好 流通多久 6个月 好 所以全部分子 加起来就12个月 好 所以呢 我加起来是多少 7万5千股 所以我的分母加全平均流通在外的股数 就7万5千股 这样看懂吗 一开始5万股 维持了6个月以后 我股数变动了 变成10万股 好 10万股 7月1号到12月30号 6个月 这样看懂吗 好 那再来 假设 我呢10月1号 买回库藏股 买回了2万股 不要2万股 买回3万股 那我加全平均流通在外股数是多少 像刚刚一样 一开始5万 好 经过6个月之后变动了 变成10万股 好 维持多久 3个月 因为7、8、9 好 10月1号 我10万股变成多少 7万股 维持多久 12分之3 好 10月1号之后我变成7万股 到年底10、11、12、3个月 所以分子加起来 这月份加起来是12个月 所以我的加全平均流通在外股数 就这样算的 这样看懂吗 这样 我写过来一点好了 这边免得跟它黏在一起 10月1号 我买回了3万股 买回来 我的流通在外就少了 从原来的10万股 减少为7万股 减少为7万股 所以10月1号到年底3个月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7万 我本来想说要让它算的比较整数的 3个月 所以是17500 好 所以这边是17500 好 5万 加2万5千 然后是 4分子 10万除4 好 所以全部是67000 67500股 这是加全平均流通在外股数 所以每股盈余的计算这个地方 好 如果我11月1号要买回来 库藏股的话 所以我就67500股 这样看懂吗 就是加全平均流通在外股数怎么算 好 这个很重要 每股英语 一定考试 先讲了 虽然课本没有提 但是 我一定会考 因为这个基本上 这样 股东权盈的时候一定要提的 一定会考的 好 那 加全平均流通在外股数 我已经提了 好 所以考试的时候 我的每股英语的计算 分子分母 该怎么找到你适当的数字 金额去计算 你要搞清楚 好 这是每股英语的计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本有提到的 好 课本有提到的呢 第一个你来看一下呢 这是我们的报表 好 我们要从他的appendex 这是他的附录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呢 这个第一个看一下呢 这个568页 好 我们有个什么 前面我们540 500几页吗 558页 560页 有个给大家看到是保留淫语表 那现在appendex11-a 好 11-a 是告诉你说 全益变动表 好 请你记得 我们说四大报表 公司年度结束 要编制四大报表 公布四大报表 第一个资产负债表 第二个损益表 第三个 现金流量表 第四个 或者是保留淫语表 或者是全益变动表 二选一 如果你编了全益变动表 就不用编保留淫语表 好 那什么情况之下 我编全益变动表 什么情况 我只要编保留淫语表 当你公司当年度 没有增资减资 也就是你的股本没有异动 全益的变动 全部只有保留淫语的话 那你就只要编保留淫语表 如果你今年度有增资减资 甚至你有发放股票鼓励 因为股票鼓励 是会影响你的股本 这个时候你要编全益变动表 好看一下 568页的Electration 11a之1 好 它就是一个什么 H公司的Statement of Changes in Equity 就是权益变动表 而且它的年度是种 期初到期末 所以它跟损益表是一样的 它是流量的一个报表 所以它是不是告诉你 期初的金额 我的股本 溢价 保留盈余 然后我的库长股 好这是期初的金额 那我当年度发生哪些交易 所以我的股本到年底 我的股本 资本公积 股票溢价 保留盈余 还有库长股 这个编的就是权益变动表 因为它的变动不是只有什么 保留盈余而已 因为什么 它有发行 它有发行星骨 好 然后呢 它有这个 买回库长股 好 它有库长股在发行 所以它有这些的变动 所以它要编权益变动表 所以Electration的11a之1 跟558页的保留盈余表 当你在做年度报表的公布的时候 这两个表价二选一 只是怎么选 保留盈余表比较单纯 因为只有讲 期初保留盈余怎么变到 期末的保留盈余 但是权益变动表是告诉你 期初的权益 怎么演变成期末的 所以如果你当年度有发生增资减资 甚至发放股票鼓励 或者是你有全 那个买卖库长股 那你都要什么 编权益变动表 如果当年度只有单纯的 保留盈余的变动 那你就只要编保留盈余表就可以了 这是Electration 这是Appendex11a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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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